女人遭到了家暴,她打电话向闺蜜诉苦,可闺蜜却说,你的丈夫早就和你离婚了,两个人赶紧核对丈夫的长相,结果发现家里的男人根本不是女人的丈夫,阿珍越想越怕,她冲出家门赶紧逃跑,不料被冒充她丈夫的男人抓到,然后将她迷晕,第二天阿珍再次醒来,昨天发生的事又忘得一干二净,男人又一次谎称是阿珍的丈夫,并且对她说,今天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,晚上要庆祝一下,到了晚上, 男人带着阿珍来到一家旅馆,两人进到房间后,男人坐在床上,眼前的情景瞬间让阿珍恢复了记忆,原来这个男人是阿珍的情夫马克,四年前得知阿珍离婚后,他想和阿珍光明正大地在一起,可阿珍拒绝了他,一气之下,马克打了阿珍,没想到马克把他打成了失意,所以马克就顺理成章地冒充阿强,和阿珍生活了四年,但今天他不想再冒充阿强了,他要以真实的身份和阿珍一起生活,可阿珍还是不愿意接受他, 一气之下,马克又开始打他,阿珍拼命反抗,危急时刻,他拿起电运斗将马克反杀,然后跑出房间,立即敲响了报警器 很快,警察就赶来将马克逮捕,阿珍也结束了长达四年的囚禁生活 第二天,他在医院醒来,昨天发生的事又忘得一干二净,而真正的阿强也带着他们的儿子来看望他了,儿子的出现,瞬间唤醒了阿珍的记忆,即便忘记一切,但他对儿子的爱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这部片子是根据小说别相信任何人改编,原片非常精彩,推荐大家去看原片 在这部片子里面看见